容量可以达到50吨 散装干半沙浆的装卸与运输工具与散装水泥相类似 混合均匀的干半沙浆通过散装下料器放入到散装干半沙浆运输车里 由于散装干半沙浆成本低 而且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 所以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施工现场有专门用于存放干半沙浆的除料罐 这种除料罐由专用运输车和起降架组成 运输安装都很方便 在施工现场 干半沙浆通过适当的输送系统直接送入除料罐内 除料罐配有专用沙浆搅拌机和控制系统 搅拌用水量加水速度都可以预先设定 现场只需按动变扭就能很快得到搅拌好的沙浆 然后由沙浆泵送到各施工位置 搅拌好的沙浆必须在可操作时间内使用完毕 上述过程非常便捷 可避免现场半河沙浆经常出现的掺水量过多或者过少 以及沙浆配方出现差错这类潜在错误发生 确保了建筑工程质量 施工效率达到传统施工效率的500%至600% 而且最大限度的杜绝了施工现场的阳塵污染 按照使用功能 干拌沙浆可以大致分为普通沙浆和特种沙浆两种 普通干拌沙浆包括气柱沙浆 抹灰沙浆和地面找瓶沙浆三种 干拌气柱沙浆用于混凝土气块 加气混凝土气块 逃力气块 粘土多孔砖 液岩砖和硅砂砖等各种气体材料的气柱工程 针对不同气体材料的吸水特征 干拌气柱沙浆可以分为 适用于加气混凝土气块 逃力气块的高保水性气柱沙浆 适用于混凝土气块和粘土多孔砖的中等保水性气柱沙浆 适用于液岩砖 灰沙砖等低保水性气柱沙浆 气柱的主要施工工具为 大铲 瓦刀 齿形模子 钩缝柳子等 按照气体材料的外观尺寸偏差和灰缝装饰效果的要求 气柱沙浆的施工技术主要分为薄层技术和厚层技术 薄层施工平均厚度约二至三毫米 厚层施工平均厚度约十五至二十毫米 以传统的现场磅盒气柱沙浆施工相比 干拌气柱沙浆的优势在于 气体材料不必预先淋水 提高功效 可以采用薄层技术降低材料成本 灰缝饱满 提高气体的披减强度 保证北京地区八度设防的抗震裂度要求 从经济效益方面进行分析 施工厚度同为十毫米的情况下 传统现场搅拌沙浆 每立方米气体的沙浆用量为0.16吨 费用为27.2元 施工速度为每人每天五立方米 人工费用为每立方米十元 总价为每立方米37.2元 若采用现代干拌气柱沙浆手工施工 每立方米气体的沙浆用量为0.12吨 费用为36元 施工速度为每人每天十毫米 人工费用为每立方米五元 总价为每立方米41元 若采用现代干拌气柱沙浆机械施工 每立方米气体的沙浆用量为0.12吨 费用为36元 施工速度为每人每天20毫米 人工费用为每立方米2.5元 总价为每立方米43.5元 但传统现场搅拌沙浆不能完全保证质量 且费工费时 而干拌气柱沙浆各项指标满足要求 省工省时 综上分析 干拌气柱沙浆的性价比 优于传统现场搅拌沙浆 干拌抹灰沙浆 干拌抹灰沙浆是用于气柱沙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第三步 使用木模板配合池边大刮尺或冲筋找平 如需分层施工 需等前一层中银后方可进行第二层施工 第四步 压光抹平 如果采用机械喷涂施工 喷嘴与墙壁表面应垂直并保持一定距离 同时平稳移动喷枪 喷涂后用直边大刮尺推抹及刮瓶 与传统的现场半盒抹灰沙浆相比 单半抹灰沙浆的优势在于 不必使用界面处理剂 提高功效而且降低材料成本 纪念这个费的费人 特别高tier 身体的费人 不仅仅仅 缓公留 要失望 拖变 接着 想不想 毙 这 我 你 每平方米材料用量为0.015吨 分用为4.5元 施工速度为每人每天60平方米 施工速度为每人每天60平方米 和供暖地面的找瓶 可以采用手工施工和机械奉送施工 主要施工工具为 托灰板 铁模子 木模子 套匙 手工施工的工具为 第一步进行表面处理 第二步刮杠整体找瓶 第三步 在沙浆表面出零前用木模子和磨瓶 第四步 用手工铁板将沙浆抹均匀 找瓶 并抹